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美丽的贵州旺峰湖二号码头 我和汪汪妹在这里已经露营了四天了吧 然后昨天晚上呢,来了一辆云南的车马 她过来钓鱼来了,还是一辆纯电动的车,从云南跑过来的 今天早上的车和我们聊了一下天 然后她钓鱼非常的有瘾 就为了解一解这个钓鱼的瘾 她好像是从钓了一晚上了 然后早上又开始去钓了 然后我下去去找一找她 看看她钓了多少鱼,钓的多大的 就是在那个脚上钓鱼呢 那个大哥呀,钓鱼太有瘾了 昨天晚上11点多就开始下雨 下的还挺大的 她好像是没有带伞 然后呢,早上就跑到那个上边那个镇买了一把伞 当时一月份来的时候啊,这水还挺深的 现在开始落水呢 落得挺深挺深的了 看这点渔船 这就是昨天晚上钓的鱼 拔杖飞 看一下 挺大的 这个大哥要给我点罗飞 昨天晚上钓的 挺大的 这么大 别扎着,别扎着 扎手 只有扎手 这么大的 哎哟 在干嘛 玩游戏啊 啊 这么多鱼 你钓的做梦啊 你鱼干都没有你怎么钓的 这是个鱼那大哥晚上钓的 钓这么多啊 这鱼还是不算小 这是什么鱼啊 不飞鱼啊 你洗了 没有呢 活的 还钓了好多啊 是吗 先放在那找个团了 那你放到那个小桶里 这个盆 把把放在桶里边吧 把这水倒进去 晚上真能钓着那么大的鱼啊 没事 还挺大 不算小 这晚上可以吃了 要死了 死了 晚上监狱吃了 不小 嗯 有肉 好像那个 上次你那个烧烤 就这么小一个的 要死了 没事 捏不动 没事 还不兴当买鱼也钓吧 你去买一个啊 晚上钓的 在那边 晚上才能钓到 白天都是小鱼 煎一下 好香 对 找个袋子 我去把鱼杀了 直接拿过去杀吧 剪刀 小刀关键啊 嗯 要不要拿个盆 拿一个吧 可以给它切啊 大刀要不要 大刀 还切两半啊 剪刀就可以了 啊 这不用 哎 在这里啊 是吃鱼自有的 他们钓上来 钓上来鱼啊 都不要 找他们要就行 自己喜欢钓鱼 可以自己钓 这么大的 比巴掌还大呢 吃饭了 吃饭了 要怎么吃 吃饭了 我说吧 反正下生的交给你了 这样给我 交给我吃 几条啊 我调哎 你调 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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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钢丝球往里面一搅 往那有 你还要再弄它一边啊 那里面有没有 钢丝球脚里面最好脚 这鱼用不用改刀啊 这么小的鱼不用吧 看着也挺大的是吧 嗯 就是咱们在那个贵 就是咱们在云南吃人家烤鱼就这么大 对啊 你买的那个烤鱼 一条就这么大一点啊 好像是20块钱是吧 这100块5条 这个云南大哥一晚上钓了十几条这么大的鱼啊 难怪昨天晚上下雨还钓 对啊 切了点姜在里头火着咽 平时都没有鱼心味哈 嗯 我有点冲动差点卖鱼杆而且我想想算了吧 在晚上老下雨 又钓不了两天走了 到底其他地方在钓吗 其他地方哪有水啊 哪有水 有水这边多了 好吧 调料拿过来 好 搁点料酒 小点啊 卫生机器人 你好 我是艾伯师 机器人服务 阿姨 你现在要什么服务 你现在要什么服务 好的我给你做吧 花椒多一点 好的 为了 让我们打招呼